第一次来汕头市区15家不采坑美食店 记得收藏 攻略在最后 一 炒高果 开了40多年的老店 煎的金黄的高果 加上生蚝和各种蔬菜 分量和食欲都对味蕾进行双重吊打 二 肠粉 汕头人不会特意打卡 但饿了总会想起了它 正常标准的汕头口味 一条猪肉 一条牛肉吃到浮强 三 手工面 店内多是当地人在吃面闲聊 店主自家做的手工面 拌上猪油香而不腻 四 牢破粥 糯米粥加猪油渣 淋上辣椒酱直接上头 五 辣汤果条 晚上六点才开档的果条店 浓浓的辣汤 让这碗果条瞬间就有了灵魂 满满的牛杂 看着就很有幸福感